你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台湾爆出了史上最大的中共间谍案 台湾目前抓间谍的呼声越来越高 就在昨天,就在今天吧 台湾法院刚刚判决前陆军中将罗文山的间谍案 罗文山在担任中华四期黄埔同乡会会长期间 多次收受香港籍中国政协委员许志明和港人合标的政治现金 累计达到838万元 而且他侵占了其中的100万 他把其余的转给了其他人 也就是说搞统战活动,替中共搞统战活动 目前他被判刑两年 而且这是最终判决 因为此前他被出审法院判刑两年半 现在给他减刑半年 这个实际上不应该的 应该重判的5年或者10年才对 因为作为一个陆军征将拿国家的愤怒 去出卖国家,为中共张目 目前传出来的最大的中共间谍案 是空军上将前国防部副部长张哲平 张哲平这个案件已经让台湾社会感到震惊 因为张哲平从2015年起与中共特务长期接触 而且多次与来自香港的信谢的商人在一起吃饭 旅游收受贿赂 就是两人成为密切的朋友 而且张哲平的太太也被谢信商人多次安排 前往中国香港一带去旅游玩耍 而且信谢的香港商人的身份 现在已经被查明 他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广州分局的特务 在这种情况下 张哲平依然在抵赖 因为当时张哲平担任空军作战指挥部的指挥官 就相当于作战司令 他负责台湾的全台的防空 他从2019年才接任副部长 就是国防部副部长 本来台湾当局是准备请他担任台军参谋总长 这是一个高级的职位 地位仅次于国防部长 比他目前担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更加重要 为什么台湾人如此正经呢 因为他身为一个上将 却毫无国防意识 与间谍投资 而且他曾经是反间谍的一个主管 他负责空军系统的反间谍活动 他跟一个香港间谍进行活动 当然他现在变成了自己是在跟对方故意的周旋 但是这个是不可常理的 难道你的妻子也要到大陆去故意周旋吗 对不对 去吃免费的饭菜 去免费的旅游吗 而且你多次收受礼物 实际上这个就已经有严重的问题了 虽然现在张哲平夫妇 现在都在拼命抵赖 说他没有泄密 因为现在台湾没有掌握他泄密的证据 只掌握了他跟中共间谍密切往来的证据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就足够了 因为他作为这么高级别的干部 他不需要亲自与中共间谍 而且是一个身份隐蔽的间谍进行活动 如果中共有一个高级间谍 特别重要的间谍 比如说审委书记级别的 或者部长级别的来到台湾探亲 又被台湾认定 他是在进行间谍活动 那么他这样高地位的反间谍头目 也许会出面跟他进行几次来往 从网上做一个判断 但是也不需要长期的频繁的来往 并且收收对方大量的礼物 而且把自己的妻子派到大陆 那岂不是派人质吗 对不对 如果你是真正反共进行反间谍活动 你敢把妻子派到中国去吗 正常人肯定是不敢的 对不对 因为万一中共发现了 你是在忽悠他们间谍 是在进行反戒的活动 甚至想抓他们 那么他们就完全可能把你的妻子 开个车给你撞伤就完事了 或者搞个事故 把你妻子弄死就完了 对你进行报复 杀意紧摆 所以说呢 从各种情况来看呢 这个张哲平呢 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中共间谍 而且呢 他是目前台湾呢 应该说是级别最高的明确的间谍 目前呢 台湾政府呢 还在侦办此案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会水落石出 基本可以确定 他的 就是说查清他的间谍罪行 事实上最近台湾的军中的大量的间谍 已经引起了普遍的恐慌 在2004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罗哲贤的少将 就曾经中了美人计 因为成为中共间谍 因为中共呢 对付这个台湾的将官呢 很有办法 因为毕竟呢 台湾的将官跟中国人 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共产党官员类似 就是说呢 他表面上信仰三变主义 或者共产主义 实质上信仰的是金钱美女和地位 所以说呢 中共呢 已经笼络了大量的台军将领 比如说 几年前的时候呢 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籍的 这个甚至那个立法委员 吴思怀 这个退役中将 他曾经塞灵几十个将军 集体前往北京 去聆听习近平的讯话 也就是显示他们效忠于习近平 当然这都是比较隐蔽的特务 这些特务呢 公开的为中共张募 显示呢 他们肯定是有具体的秘密的途径 得到了中共的好处 因为这些人呢 即便亲共 如果中共不给钱 他们也不会去做这样的活动的 此外呢 还有军情局的少将 也就是说军事台湾的间谍头子 越志忠最近也被起诉 因为这个中共的这个间谍案 因为国共两党呢 国民党呢 现在毕竟在台湾的军队情报部门 政法部门呢 仍然占据大量重要的岗位 而他们作为国民党人呢 他们这个跟共产党人呢 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就是最早呢 都是苏联克格勃建立的 花钱建立的 讲老实话 黄埔军校的钱 每一块钱都是来自苏联 苏联特务投资在中国 办理这么一个军校 而且这个军校的学生 后来利用苏联的战术 利用苏联克格勃教官 教训的战术 征服了中国 可想而知 投奔黄埔军校的这些人呢 或者他们在黄埔军校 所受到的训练呢 都是类似的训练 共产党的早期的将领 也都是黄埔军校培养的 因为黄埔军校呢 他的那个几十个顾问呢 都是清一色的苏联特务 克格勃特务 所以说呢 最近这个二十年来 或者四十年来 改革开放之后呢 国共两党的这个将领呢 终于一拍即合 而且呢 已经构成了对台湾 自由独立的最大的威胁 因为如果台湾不去 大力清除这些这个间谍的话呢 它可能面临的是什么局面呢 第一呢 这些中共 这些混在台湾军中的中共特务呢 就会帮助中共建立第五重队 那是很可怕的 就是说呢 就可能台军成建制的反叛 第二呢 他们会泄密 他们把台湾的所有的作战计划 都泄露给中共 同而让中共制定 有效的攻占台湾的方法 第三呢 这些特务 这些间谍 中共间谍 在关键时刻就会里应外合 配合这个共军占领台湾 第四呢 他们采取的 可以采取另一个温和的一招 不露痕迹 那就是消极不作为 假装抵抗共军 但事实上按兵不动 坐任共军 占领台湾 将来呢 自己可以混个好位置 第五呢 他们 这些间谍呢 这样 疯狂的这个活动呢 就能够加深台湾裂痕 你比如说吴世怀率领 数十名台军将领啊 退役将领啊 跑到中国去活动 这些人当然去了以后呢 都是拿了钱的 而且他们这样做呢 实际上是给所有的台湾 国民党军人一个信号 就是说呢 我们跟中共有密切的关系 你们不用怕 你们要站在 坚定的站在爱中国 爱中共的立场上 这个坚持自己的原则 与这个坚持自由独立的台湾人 进行斗争 所以中共这个阴险狡诈 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台湾人必须清除 这些败类 这些台奸 鞋子